台灣有兩場戰爭出現 第一是可能是軍事衝突方面 第二方面大家要清楚說是刑事戰爭 刑事戰爭是最重要的 其實很多所謂的軍事評論家說 中國有什麼東風導彈 拒了美軍 你可以在這樣的情況下拒絕到美國的入侵 但是在刑事戰爭其實是很難防禦 先別說這位常長 先說一說 就是現在在國際言論方面 正在美西方和台灣的台獨分子造勢 首先在兩天之前 蔡英文星期三 就在一個論壇裏面發表預先錄製的講話 他就說台灣是不需要依賴其他人來保衛我們的 不過他也歡迎美國在中國侵犯其主權期間 對台灣安全所作的承諾 已經說到它是主權 已經說到是獨立國家 爭取口說台灣是獨立國家 還沒有說這件事 不但不需要他說的 現在全世界就開始覺得台灣的地位將會被獨立化 所以他很有言語裡面滲透到說 我們可以自己保衛自己 不過也很歡迎其他所有的民主國家 對台灣的承諾 這個美國在台協會主義叫莫健 他也發表講話說 抨擊貝洛西事件之後中國的反制 他最大膽提到一件事就是聯合國2758的決議 當時趕走台灣 這些事情你不要曲解 其實台灣一向都不是隸屬你中國大陸 也不要把這件事否定了台灣 就是說染染符之後你有機會把台灣拉回去聯合國 通過你美國和西方的聯盟或者西方的國家 也進一步令到一個幻象 就說軍事演習並不可怕 因為除了有美西方去出現台海問題的時候 雖然去保衛我們之外 也都是我們不需要口講 但是我們已經是被周圍的國家承認為一個獨立主權 一個民主國家 一個神聖多侵犯的主權 等同這件事就會引起很多人猜想 究竟他這樣的說法 配合美國的做法 其實很危險的 首先說回台灣淡江大陸的國際時務越戰略研究所 叫副教授 他亦都是做中華戰略的研究 這個叫做黃介正 他亦都在大概三四天前發表文章說 面臨台灣周邊安全的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時候 台灣現在出現了一個問題 說避戰就得到熱力的掌聲 談到避免戰爭這件事就會被人這個叫做嘲笑 黃介正說清楚 現在這個民意已經操縱得很厲害了 因為現在就來11月就會有這個地方選舉 台灣的大型地方選舉 地方選舉就不是說民生經濟 全部就打這個大陸牌 打這個中國壓制台灣牌 越來越興奮 加上外面的美國的聲音 就是說機器會派軍艦 或者派他的勢力 來去突破這個軍演封鎖 拜登也第四次說會出兵台灣 即是說台灣民眾的心理已經很清楚 不用怕 我們可以保持現狀 為什麼可以保持現狀呢 就是支持民進黨 由民進黨才夠僵、夠實力、夠膽式 去宣揚台灣不是屬於大陸的概念 沒有了這件事 中共不敢走過來 美國在這裡保護我們 於是就完全可以保持現狀 繼續可以跟大陸做生意 繼續可以給你這個大陸換取很大巨額的貿易收入 這是他們的想法 你固化了這件事就有很大的問題 其實如果大家這次最大的戰爭來說 就是爭取民心 最容易做一個改變 就是當台灣人意識到如果再走極端的話 會萬劫不復的時候 他們會轉向不會支持這個激進的台獨 但是現在看這個認知戰爭的過程來說 大家覺得民進黨是有希望有前途 還有他覺得他每做一件事都得到國際的迴響 得到正面的反應 所以現在就算是在九個地方選舉裡面來說 也會大肆宣揚這些台灣派 這個中國的威脅論 這些情況 那就危險了 因為本來如果在台灣人心目中 其實你不是走得那麼極端 大家好像有得談 反而台灣才可以保持到原作 就是說不會有這麼急 不會有這個斷言手段 大家談而已 這樣談的可以拖得很長 主要我善意地承認九二共識 但是這件事就是說 如果這樣的和平演進的話 是不符合美國現在的短期利益 因為美國是需要現在打台灣派去制衡中國 甚至沒有希望台灣變成一個國際認可 起碼西方方面來說 一個民主的主權 一個獨立的體系 如果中國敢動台灣的話 就算我用什麼方法挑撥你也好 你出手就是錯了 你又沒有這個道德高地 你都制衡中國不敢斷言進行這個措施 這個就變成現在中國似乎 就沒有能夠主動改變這個形勢 雖然內地的名嘴或者瑞巴文 你看到賴惠謙都說得很清楚 你真的不要配合美國這件事 因為你越走越近的話 美國就只有巴雅 但是問題是你走到危險極端的部分 即是加速了那個形勢發展的話 就會相當之不利 已經提不到 但是會不會影響到這個選舉呢 在九十一我們就看得到了 九十一現在就說民進黨有些損失 但是不知道的到時候選的時候 可能民進黨得很多票 或者可能國民黨得很多票 不清楚 但是總之來說現在的認知之症來說 是固有的台灣對於保持現場 這件事是非常根深蒂固 大家都相信 加坊軍也是軍演而已 這個呢 繼續呢 打這些美國派出來 打這些西方派出來 台灣更加是不會改變現場 有一個消息呢 就是關於島約時報 分析就說 美國是意圖把台灣 變成一個龐大的武器庫 為什麼呢 就是說 美軍你也說到 說法文已經提到一件事 就說你很難介入去 一千公里以內的第一島鏈 因為它有這麼多東風的導彈 問題呢 最重要的就是 推你去死的話 你不需要擔心美軍會起二、三島鏈 差到穆州來支援你 沒有這回事 出口術 另外就是給軍援你 將你台灣 打造成一個 真是 所謂的戰豬 或者一個專門對付 中國的武器庫 譬如很多核彈 很多導彈 沒有說核彈 很多導彈 譬如台灣軍售裡面 有六次軍售 就價值了11億美金的 包括60枚 AGM 巴勒4L 魚叉 反艦 導彈 即是說 香港的艦隊比較小心 100枚 AIM-9 短程空對空導彈 防空 還有監視的雷達 加上現在 還有可能在台灣擺放很多的武器 譬如這個 彈劾車 還有一些較小型的殺手武器 譬如北蘭 經常用的那些 AI 無人機導彈 可能都擺放在台灣 即是說 蔡英文說得對 他可以不用靠人了 你自己搞定 我給你 一來 就可能將軍備 賣給台灣 雖然數額不大 但也有這個意圖 猜測 會不會變成武器庫 將這些東西 叫美國軍工開工 因為為什麼呢 在華爾蘭 大家打到的軍備 庫船也打得七七八八 如果開到台灣戰線 或者台海的緊張局勢 或者亞太地區的緊張局勢 那很多人需要軍備 軍備於是乎不是 大家又擔心 如果這樣配合了美國的利益 起老一輩的台灣人來說 是擔心的 本來你不搖船 因為沒有那麼快沉 還可以慢慢走 你現在不斷搖 還要跳上來丟 跳高來丟 真是很害怕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最重要的是 我們最如意的選民 就是說 在選舉裡面 在民情方面 是令到台灣的選民 是陽氣民進黨 但是民進黨是根深提告 尤其是他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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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介紹一下巴士的步石樓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樓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樓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樓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樓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瀏覽石樓台內容介紹 還有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樓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樓台iOS或者Android的APP去收看 多謝大家支持